今天在资金比重上面 电子股的资金比重重回到期程之上 可以显现电子股重涨主流了吗 所以接下来的选股布局 是不是就该从原本的生计题材 开始要回到电子股身上了呢 那好 电子股的选择上面 到底要找谁才好 来看最近非常热门的 IC设计确实是很热 但是热也热在于 他们也涨了一大段了 现在还能追吗 如果想要稳健的投资朋友的话 是不是还是要看回苹概股 看回台积电身上呢 因为台积电挟带着苹果的利多 先前他们在股东会或法说会也说到 不用去在乎华为的这些禁令会有所打压 因为他们有其他的大客户 等着排队要抢着合作 而这大客户随着苹果昨天的 这个WWDC的召开之下 是不是印证的这个大客户就是苹果呢 因为苹果昨天有公告 他们的Mac电脑将会逐步的这个断开 Intel要来采用自家的晶片 那要采用自家的晶片谁来做 当然会不会就是我们的这个台积电老大哥呢 因为上来苹果跟台积电合作的就是蛮愉快的 台积电的品质也就是全球第一 所以这些订单是不是就会落在台积电身上呢 好 那台积电这样的这个营运前景展望 看起来乐观之下 能不能带起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呢 比方像是加登3680的加登 最近外资都是有站在买方的 是不是也看出这样的一个逻辑脉络呢 请教到的是亚洲投顾胡玉腾分析师 玉腾你好 武恩 天秤各位投资没有打完 台积电好 那是毋庸置疑 问题在于是他自己一个人好 还是会带起族群一起好 外资是循着这个逻辑 所以近期在买加登吗 好 我觉得当然是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像刚刚谈到的 台积电的5nm的产能 可能会由苹果的新款的MacBook晶片 所塞满它的5nm产能 所以对台积电来说 这个先进制程的接单还是一样好 即便说没有华为的一个订单 可能其他家都有机会来填补 这个5nm的一个产数 所以刚刚谈到加登 因为是在这个EUV光照盒当中 是这个所及时外观制程当中 必须要用到的关键性的一个材料之一 所以对加登来说 我们看到刚刚谈到外资 持续站在买方 原则上我觉得也是着远于说 这个未来这几年 不伴随着台积电先进制程的一个 接单满载的情况之下 它绝对是受惠的一档指标股 当然因为从去年以来 我们谈到这档各国到现在股价已经涨了将近快要十倍了 不过你可以看到外资会这样不离不弃的买 对于这种趋势比较明确成长性的产业 我觉得按照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应该获利的成长性是可以期待 当然如果说你要选择相对比较在低档的 我们之前也有聊到的 像是1785的光阳科 也有在当时这种 去年加登那种起涨时期的味道 因为在上一次台积电公布出来的 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当中就谈到了 当中用的这个把财的材料 这种循环的一个废弃材料回收提炼制程 就是由加登做供应 那这一块台湾的厂商 过去是没有办法打入到这种半导体 在前段制程 尤其在这个建筑当中需要用到的把财材料 过去大概都是由日系的厂商所垄断 那这一次这个光阳科能够拿到台积电 这个FAB食物厂的认证之后 当然后续还有FAB1412厂的认证 原则上没有意外的话 都能再往后陆续顺利拿下 所以说它在今天也传出来 这个光阳科的一些银行的一些连带案都通过了 那代表说这些银行的连带 也看好未来加登在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接单上 在营运的状况是有机会逐步的渐入加进 所以我觉得从技术面的角度 当然过去这一个月 光阳科算是比较强势性的一个公高 但是如果以长线的角度来看 它算是底部月K才爆出第一根的大量长红 在上个月的 在六月份的一个起展之下 算是长线上底部第一根长红棒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 后续性上来讲 它的一个转机性就很高 因为过去是没有这块半导体的这种订单 那未来先进制程的一个 所谓的使用量啊 甚至是陆续透过各场的认证之后 它的出货量 绝对是跟着水涨船高 所以我觉得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应该是有机会跟着台积电 同步性的受惠 那另外一档就是6196的凡轩 因为凡轩在之前 就是跟这个Fmall的一个 主要的这个零组件的合作伙伴 那刚刚也谈到 在机子外观的设备的一个出货 还是市场上相当的看好 所以以凡轩来讲 我觉得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技术面也是比较偏于整理 因为大概从5月中下旬到现在 所以股价的一个波动性并不高 那如果说在后续性上来讲 因为之前公司派也有谈到 在手的订单的能见度 都已经看到明年了 所以说原则上运营的状况 应该是不成 就是说受疫情影响性 应该并不大 所以原则上如果说 它后续性的营收的数据 是真的不错的话 我觉得以凡轩的 股价上来看 也许都还有向上的一个 创破端性高的机会 是非常感谢 胡玉堂分析师的解读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